好 接著到下一套 我也不知道跟名字有什麼關係 金魚嘛 那是哪一套 金魚機器人 那個戰爛 錯 因為你說我看錯動畫 你看什麼動畫呢 那是《降落作戰》 我正在看這套什麼動畫來的 什麼《降落作戰》 那裡是《降落作戰》 那這套我們接著要說就是加里律少女 我不知道加里律還有一點 不是 三胆加里律 他說加里律的後人找回加里律的寶藏 那你的標題沒有什麼 不是 其實那些人不想找寶藏 只是被迫找寶藏 應該這麼說 一開始就一個不知道 你分分鐘以為自己看錯片的片頭 過了分兩分鐘之後 然後有鏡頭一轉 就回到三位主角 我經常覺得主角應該是第一位 其實這三位主角是各有擅長的地方 有分光合作的 又不是第一位主角 我暫時沒看到現在自己有什麼 你先問你 我剛剛看最新的那一集就OK 那一集就不要算了 不是說OK 一開始就說 剛才好像尤馬這樣說 他們三個應該是三個 性格三個都各自不同 那三女就是很喜歡發明的東西 她應該不是發明的 她喜歡機械 就是喜歡 市場科學的東西 科學類型的東西 她現在看不到 不知道 不知道 不是 懂功夫 她現在真的像個喜歡 其實像個 大家姐就是 讀法學 不是讀法學 讀法學 應該是讀法學 只要懂得嘴炮 可以讓人變 三個不同的個性能力 就是 她家裡比較神奇 父母已經在分居 她在吵著 不是 其實也不止父母分居 其實這五個人的家庭 其實已經是 散了 基本上 是 無緣無故有些 拆手了 別人就說 唱加利諾的報道 然後她就叫他們 每個人第一句 都是問 加利諾的遺產 在哪裏 但是這句話 你不會覺得 在動畫設定上很奇怪 為什麼要到這個時候 這麼無理拉加的時候 才有這麼多人 去追這個遺產 暫時 現階段 我們看到現在 是沒有說過 為什麼 有什麼爆發點 最重要就是 加利諾的遺產是什麼 他們覺得 我們是需要加利諾的遺產 但是加利諾是遺產 如果根據亂入那個女生 我講過 可能是偉大機閒發明 什麼叫可能 怎麼知道 有設計圖 加利諾身成是搞這些事情 我意思是 為什麼要在這個時間 他們 又上班又上學 又上學 無緣無故 每天 這麼多人 要找這個遺產 究竟這個世界 發生什麼事 可能他們不知道 而最大的問題是 如果要這樣做的話 其實 你應該是問一個人 找他媽媽 以一個道理來說 既然他媽媽是加利諾的唯一子孫 然後他生了三個女兒 就算 他們三個女兒 當中 有誰真的知道這件事 第一 一定是他媽媽知道 不是 結果他怎麼會告訴他的女兒 所以你應該是找他媽媽 不是找他三個女兒 當然你說 協詞人質 OK 我回 你可以這樣說 協詞人質 一開始是找他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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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是找他媽媽 但問題是媽媽的 又是說他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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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發起 然後 其實就說到 然後 整個世界 甚至是政府的 什麼人員 政府 什麼人都已經發了家裡 兩瘟 政府 兇賊 基本上 所有人都是找 黑白兩度 無緣無故 現在在這個時間點 要發狂 找這個遺產 可能有人 他猜一集 陳述 究竟是 什麼一回事 和什麼叫做 加利略的遺產 其實現在最大的問題 是什麼呢 究竟 是面臨什麼 什麼情況 每個人都需要找這個被告 而這個被告究竟是什麼 你不要說 這個被告其實是一張畫 大家笑 但最搞笑的 就是 當事者不知情 這個家族完全不知道 這個加利略的遺產 的情況下 都要 喂 快點說 這件事就是什麼 你說你不知道 我不信 可能有人放音 放流料 你不信他 他告訴你 加利略的遺產 在哪裡 在哪裡 我不信 我只說你去 我只說你去 這麼難 現在的Case是 他們認定就是 你們一定是藏起來了 不是 他不信他的時候 他真的藏起來了 他告訴你 那個地點 就抓你和你一起去 沒有的 然後他直接 總之就是什麼 他一定要去找到那一刻 總之就是 我不管 你知道嗎 總之你一定要幫我去找到那一刻 是這麼多 不要說那麼多 就好像傻傻收數 就知道 我去找你 當然你說 解除這個危機 然後就是靠 三女 根據他們的家族 留下的一些設計圖 就看著那一部很厲害的金魚機器 嘩 這個厲害 我不明白 應該不是幾個人來 金魚飛雪 不是 會變形的樣子 最終一個人 不知道為什麼 一個人躲起來 才把這麼有型的機器 你不要說這件事 你先說回之前 他一開始 有隻海賊飛船 飛進這個陣子 竟然沒有警察的管理 警察是嚇的 你很明顯看到 警察和那些兇賊是敵對的 你沒有理由看著兇賊進來 去審問這些東西 你完全不插一腳 在兇賊和企業那裡有敵對 但不知道是否和兇賊是敵對 我不知道 理論上 二人姐說的東西是對的 兇賊無奈 鼠進來 就是OK 你大肆肆的拿著飛船進來 你很厲害 你講到自己 好像這樣 然後 我又不是覺得很厲害 因為你被一隻金魚一打 你又要撤退 但問題是 飛船又不是瞬間閃 瞬間移動 那樣閃進來 它都要飛進來 飛進來 沒有人阻止 它是沒有人性的 為什麼可以挾持你國家的一般人民 你竟然是無動於衝 沒有反應 對他們來說 如果你用一個陰謀的解讀 就是說 我螳螂報仙王雀在下 我等你那幫海賊做了事情 就算出了什麼事 就把海賊做了什麼 其實我們是殲滅那幫海賊 我順便拿著秘密 一舉兩得 又不用弄髒自己的手 好 你見到日子究竟拆到牆 我們先抓你 好奇怪 你覺得很奇怪 這個解釋可以接受到 我會令到自己接受到這些 你接受程度真的高 不是很高 很多片都是這麼演的 有問題 好奇的 然後厲害 最後他們全部被人進入了監房 然後他媽媽給他工作的公司 就保釋了 對 問他媽媽 他公司的那個人 他公司那個人是嫁的 你應該知道他是嘉利略的子孫 你應該知道你請他 好問不問 你每個人搶的時候 你現在才來問 所以我不是覺得 是一個時霸點才知道有嘉利略的秘密 可能之前不知道 我覺得不會 他們全部都是報真性 他們有沒有說過他們隱性懷命 每個人全世界都知道他們是嘉利略的子孫 問題就是嘉利略的這個時候 之前我都不知道 有一天突然有人爆發出來 所以我覺得他發現 這個事件發生的時間點很奇怪 即是誰第一個放了出來 然後 然後 最看的就是 我們要聊一下 然後 突然之間 他失憶了 然後 他說 什麼劇情 這些 無私劇 我問 作為一個 他媽媽應該不是什麼武林高手 就是一個男人 你找些人圍著他 也不用再用槍 大哥 你懷疑了 你懷疑才是警察 那段 不是啊 之後他媽媽公司的那個老闆 叫他供這個嘉利略的秘密出來 然後 結果就是 他媽媽實在意 你明白 進來的公司 我們一家人來的 你派那麼多人圍著他 就嚇壞他 不行的 如果這樣 你也不會把槍抵著他 嚇壞他 你以為是真的嗎 真是 威脅狀 他媽媽實在意 然後 最划算 他剛才說 失在意 也好 我都很需要他的技術 我真的 真的 你這個人真的覺得 他媽媽 假裏的補償也不是很重要 其實 失在意也無所謂 如果是 我都很想他繼續幫我做事 你這個人 你都真的 很樂觀 這個失調得很重要 問題是失了億 還記得他原本的技術 不是 他剛才說過 他忘記了其他東西 他的技術 其他東西 當然不知道 他的槍是打得很準的 不知道是失明假的 不要理會 他們的轉移目標 就轉移 既然媽媽失了億 自然就找女兒 其實是一個很結構性問題 我剛才一開始就說 你不讓他媽媽 真的沒有告訴他 你這麼確定 當然他 會有這個誤解的原因 他看到金魚的飛船 技術力又很高 說 你們一定有些東西 不然怎會做到這些厲害的東西 很合理的推測 所以 然後 追捕他們 當然 這裡中間 插入了一個 加利律的發燒友 應該先說之前 他媽媽那邊 說完 說警局裡面 警局那邊 因為阿三 那段 發生完 兇殺的事件 然後有警官來 其實警官也是黑的 抓了一群人 一拼入監牢 逼他 說出這個加利律的禮物 除了三妹 除了三妹 但警官說過 他有個聯絡人 那個聯絡人 說你殺了他 你也可以 然後他說 在警局開槍好像不太好 但後來那段 開槍 開槍 完全是自打 你要先說一件事 首先第一件事 殺了他也無所謂 你現在要問秘密了 大哥 你說你精神虐待他 ok fine 我接受的 你要精神靈虐他 靈虐到他肯說出他的秘密 只有同人本來 ok fine 靈虐他爸爸有什麼用 沒用 然後你要殺了他 那邊應該是企業那邊問的 而刺激點就是 中途裏面就是他媽媽失了益 所以他在公司那些人 全部都瘋了 弄到他媽媽失了益 那些女兒不趕就殺了他 鼻子 然後他說其實不要緊 我都要他媽媽的技術 不是殺了女兒等下 他媽媽記得他的東西 噢 然後撞了自己 然後說不要緊 其實我都要他的技術力 還有爸爸 爸爸不是街頭的人 但是爸爸 爸爸真的很廢 沒有用 ok 到三女兒離開之後 然後三女兒剛巧遇到 有一個叫Honor就是一個 加利律的發燒友 這個還交 沒想到 沒想到 這傢伙 你不要問他 加不加這個問題 他就一句說 你加利律的子孫 就是 一個正常少少的人 你開場白第一句就說 你是不是加利律的子孫 你剛剛才經驗 就是因為加利律的子孫而出現了 你第一句問他這句話 老實說 我不找那個子孫 阿壹 就把你的頭已經很給你面子 然後 然後 最重要就是 你當小女兒天生 我看到他又好像 很有善 有善的幫 他又不是好像外面那班 警察和兇賊 那樣窮兇極惡 所以 他現在需要的就是 夥伴 但是你不知道他有什麼人 沒辦法 就讀一波 然後 就 潛入警局 然後 潛入 也不算是 R-Man裝甲 有剛才二行者說的 就是 不要開槍 開槍不好 是警告開槍不好 然後 不太好 那個人會在亂用 不是 他只會用R-Man裝甲 你明知道 槍對裝甲沒有用的時候 還要開槍 開槍 你不會嘗試用其他方法去制服這些東西嗎 不知道 他可能覺得槍是最有效的方法 又會槍 那你不會 你不會使用格鬥機 你有沒有看動畫的 彭彭彭彭彭聲 我完全沒有解釋 第一點 首先 格鬥機你一定不會去打 其次 那些黑警局 不會讓外人知道 不會叫援兵 那你檢查什麼 只要槍 那這些情況當然要 下那些什麼暗門 警局很普通有暗門 大哥 他講什麼都可以 都算了 技術力高 那些東西 救了之後 其實我覺得 在這個電腦裡面 都沒有什麼好說 其實這個電腦裡面 然後 然後 我覺得最黑 很快的 安倫又說 加利律 加利律 他講這個字 我講到 你可以散略這三個字 人家是加利律的神拜者 最重要的問題 你作為一個正常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正常 她可能不正常 就是 這三個 少女 剛剛就是因為 這個字 承認了加利律 因為她是加利律的後代 因為這件事 才經歷了這麼多事情 然後你還要開口一開口 第一句就是 加利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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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實說 不扔你這張船 都真是人治與盡 大佬 不是她三個女生 覺得她很誠懇 沒有 其實 沒有人覺得她誠懇 就是 整件事 最重要是 跟著家上了船之後 跟著就要逃脫 然後就要 你不說她老爸 她老爸 不是她老爸 她老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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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什麼 加利律 是不是加利律爸爸 你搞錯了 那段又很好笑 完全不知道 搞鬼 不是 就是 又是生日中的一件事 穿著一部爛這個裝甲 我不知道她怎麼走得掉 你沒有飛行功能 當年第一代 都是爛人用的 就飛得走 沒有 說不定最後就是 告訴你爸爸都是黑的 所有東西都是他搞出來 哇 好黑 跟著 安娜就提議 既然是這樣的話 他們三個天 已經成為了這個全世界的通緝犯 然後就叫不如我們去尋找這個加利律的 尋得偉大航路 反正都沒有什麼 家裡又回不了 政府就抓他 空襲 這件事很厲害 猜到金月上面 有水供應 有電力供應 你不要說 金月可以以影像走出來才能解釋 你不知什麼加利律財寶 我覺得是假的 嘩 這麼高的技術 其實 其實 甚麼是加利律財寶 其實 我的圍牙真是投影 是這麼多的 嘩 夠了 什麼時候就立體可以投影技術 嘩 真是 那個不知道是幾個 發生的 背景是幾個年代 的時代 那個是中古世紀 正氣時年代 其實在說的是 當然加了一些機械元素 在裡面 有些超科學的東西 我不管加利律的遺跡 是甚麼 然後 當然 那間公司的人 不會放過 那間公司的人 不會放過 不會放過 那間公司的人 不會放過 那間公司的社長 下任社長 大小的人 來捉他們 然後 這條 那部機械人 好像比金月還大 很多 對 他人大了 最大的問題是 他們兩個父子都是一樣神經病 你叫的是加利率遺產的秘密 開始我給你第一句說加利率遺產在哪裏 我不是揭露你 但是你作為你捉住的人 你可不可以帶他去飛走 不可能帶不到他去飛走 超重 他只可以自己來 不可以站住 然後你又真的好認真地想弄死他們 然後你又問你可不可以用力 你錯了 騎乏船是這樣的 這套東西是神經病的 那些人說我是很需要知道你們收藏的秘密 但是你們不說我真的會殺死你們 他真的想殺死你 對我來說 弄一隻船不如要人死 後面還交 後面不是跟他通話的 有通訊的 他開了通訊 說我發現了這個東西 這個是甚麼來的 不可以給他 那裏做甚麼 我真的不知道 不要問這件事 真的 他開了通訊 說了秘密出來 說不可以給他 誰都知道 你知道這件事 已經不是癡悅 知不知道這件事 根本就是 你不說我這套東西 我最不明白 你不說我殺死你 我真的殺死你 告訴你現在 我不是開玩笑的 不過知不知道我問他 其實不重要 我只要你媽一個人 他已經得到了 其實我最主要是想要你媽的技術力 那他有了 有了一個人 其實是 你講到舊事後 這個危機 這三姊妹和安娜 他們最大的王派就是 我有一些你一定要知道的情報 你不敢對我亂來 他們甚至可以用自殺式攻擊 我死了 你就不會知道這件事 但是這班人 你威脅不了他們 他們好像不介意你死 他們是完全不介意你死不死 他們覺得這個秘密 是可以在你的身上 可能你覺得是 已經是刻在你的身上 他可以找你的屍體 他都可以知道 不是 其實他是第一條件 他得到媽媽 他現在已經達成了 他看看能否達成第二條件 他一直幫他做事 神經病 他幫他做事 他只是幫他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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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加蒂莉的跪行在那裡 他現在爆了 但是這樣東西來 所以我批評就知道 我殺了你 拿紙去跑 或破搏 他不是誰知那張是忌 他不是 他可能知道 他說完之後還不知道 他那個死生她兒子 其實我最不喜歡他的動作就是 我真是不明白 我真是不懂的 怎樣可以自己是天落開 飛機我懂啊 飛機這樣丟出去可以 但是我真是不知怎樣 你不要理 人家技術高超阿崔 說不定這個是媽媽研發出來 紙殼都可以變成飛機 原來加力女的遺產他已經擁有了 難怪他想殺死他三次 說不定加力女的遺產就是很多這些奇怪的技術 他這個物理學不知是定屬新的理論 我明白了 他就是因為得到他媽媽 媽媽研發了這個紙殼都可以變成飛機的定律 嘩 你家家很厲害 加力女的遺產 媽媽多口說了一句 這些就是加力女的遺產 所以他才要 這個是地球媒體的物理學定律 知不知道 驗驗了他之後就無敵了 固然你說在那段劇情裡面 其實那三姊妹都有爭執 其實也不是爭執 根本就不變 葉玉就覺得這個世界是有公理的 我們是要把這件事公開 知不知道這叫什麼 職業病 他不相信法律會死掉 他現在還相信法律 那二者就覺得 過什麼事 過什麼事 給了他們就可以了 其實本來 以一個司律來說 當然對恐怖分子是不應該妥協的 他一定會殺人 但如果是正常司律來說 其實是對的 給了東西他應該會放過你 但是那條 你以知道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那條人就是 他是不是想殺死你 你給了他也不難保 他不會殺死你 應該說 你不給他 他會殺死你 你給了他 他會殺死你 他不會殺死你 你有神事點 對面那個 無知尿 這些絕對是不需要神事點 這些一定會這樣做 這些是 那條人已經告訴你 你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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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不斷在那裏 壓住那部機 這樣 他都說就爆了 不覺得 如果沒有受過傷 下一集 很正常的事情 不知道什麼金屬 做出來 不知道什麼技術 不是啊 那些金屬會懂得修復 那 因為這個 本身他 你是不是很想要加利力的遺產 我很想要 本身二姐姐那個思維 其實你會沒有那麼多大 但是因為之前那班人做出來之後 你會覺得 他想的東西是很不正常 雖然知道他那是神經質的角色 但是他已經是 有些精神實常 判斷不了 那三妹 其實你當作是劇主 他是最正常的一個 已經是 但是他有些選項上 未必是 分析得那麼仔細 其實你老實說 我覺得你做三個角色 都是想互補 就是 在一個旅途上 大家的不足 其實是 但是 現階段的 OK 大家姐可能在一些 概念上 處事上 可以OK的 但是 二家姐 有馬說過 他打得 但是 很老實說 去到幾打得 我有疑問的 不是 而且他用上了這個機械人的設定 他現在幾打得都沒有用 我穿著IHMAN的戰格 然後就能打得 再千下無際 怎樣 可以的 那你戰艦到正攻他就突襲 發兵戰 飛上人的戰 打破 神經病 好 又是合理的 但是 老實說 我真的不知道這套東西在說什麼 不是在說收集七龍珠的故事嗎 對 找到七章 他有說過七章嗎 好像是 吹死了 不止七章 他幾多集 但是 因為 根據他們 這些人 都很不為如力 想殺死他們 我真的不知道他們的旅程 可以怎樣繼續下去 這輩子有些好心 會收一些羅理 我相信 不要用角色來配合劇情 我現在是在說劇情 所以 這套東西 我實說 今季都是其中一套 看得頗為辛苦 我真的不知道 你們想做什麼 沒有 我想看看三位姊妹 才會有這種旅程 可能會有七章 可能會有七章 很簡單 你告訴我加利略的遺產 究竟是什麼 概括就可以了 因為他們正在經歷冰河時期 可以破除冰河時期 可以回答 我可以了 可以拯救世界 可以拯救世界 可以拯捅一些 你不要說 我想要加利略的遺產 但加利略的遺產是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 我又很想要加利略的遺產 但我覺得那三次姊妹 我真的很想殺死他們 那沒辦法 這是什麼損失 加利略的遺產 加利略都算不上 所以 所以這套 我不太太好 我看這套 我看這套 家人的關係 只是看這套 機械設定 多有趣 它作畫不差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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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 兩看 我覺得這套不差 但是 在這時間 它作畫不算太差 其實 那些景色 我都覺得是不錯 一些機械人的話 都可以的 都有些新意 有些都有點驚喜 但是 我真的不知道 你在說什麼 嘩 厲害 最新的一集 三位掉下來 你都沒有說海賊亂入 應該是說海賊亂入之後 那三姊妹投購了開賊 不知道 我還沒看 我還沒看最新的一集 沒有說過 有一陣子 被海賊追著 然後三妹掉下樓 然後重新 因為海賊突然亂入 他不是騎不住了 他三姊妹那部機器 就是海賊亂入 來 救了他們 海賊很lice 第一 最新的一集 不是lice 沒有啊 拿槍子嚇你 沒有對你有事 你趕走 很奇怪 總之 其實海賊亂入 就是 不是 是 我覺得 這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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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三姊妹 能夠賴以生存的王牌 是這班 是 加利略的邏輯 加利略的理論 都不可以解釋到的人 的身上 他們是真的走不掉的 所以 可能被捕就是 告訴你 這班人身上可以走得 那就糟了 我真的不知道 那 這套 我覺得真的弱了一點 也不知道 這套已經超越了 我們之前 金貴新番裡面說的一些話 他不是超越 我根本不知道你錯了 那些動畫 我們之前說的 《機巧少女》也好 《東京婚娜》也好 《境界之比方》也好 我們都可以憑我們多年看動畫的經驗 去判斷究竟這個劇情如何去 但是我去到這個冰惡時期世界 那些人全部都是沒有性的 全部都是沒有邏輯的 我真的假的 我真的不知道這套東西可以怎樣去 純粹可能看看過程 究竟之後怎樣發生 想受沈逢諸的過程 不知道 那 他又怎樣 這些會不會是熱血友情的故事 再找同伴呢 上這艘船呢 上這艘船 他這艘船只有五個 五張床 他要五個人住了 現在不是有五個人了 現在都四個而已 我一個朋友 是嗎 爸爸 爸爸不會上船的放心 加上少女老爸 都說了 爸爸肯定是最後的大哥 對呀 他新離婚不送老婆 放些封出去 說家裡有寶藏 要找人對老婆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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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 你這季分析得最好 應該就是 他 他爸爸 和他媽媽結婚 就是為了加利利遺產 但是 經過 生了三個女兒之後 他媽媽都對他 手口如瓶 都對他手口如瓶 而且還離婚之後 他發覺就是 用打這個美男的醫療橋 就不成功了 然後就洩漏這個秘密出去 讓那些人開始爭取加利遺產 然後爭取他的女兒 和他老婆的信任 然後把這個秘密告訴他 重點是 你為何會在警察自己留下 因為要操控他知道的事 嘩 很有道理 這傢伙才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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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傢伙應該是 這傢伙是最有概念的人 解釋了自己 我們拭目以待 看看是不是 好 今集到這裏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